你現在髮得很漂亮 還有染了頭髮 對 你現在才髮染? 她說開就說 是 是去韓國 為去韓國而染的 不是 我是因為要拍自己的手心角而染 所以我是考完DSC 考完所有科目 第一時間就去染頭髮 染完頭髮就馬上去做 我想女生都會很貪美的 有做頭髮、指甲 有什麼都做 做一些我們在中學中做不到 所以之後就來了 這就是我新的形象 她去染頭髮我去直髮 染髮 染髮 現在是非常好的組合 開了大學模式 開始 都是的 都算是 但是我還沒有準備好 還沒有準備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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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緊張 緊張什麼 不知道 我很緊張大學的 讀書的環境 會不同 小學升中學 但是中學升大學 是第二回事 所以 是要少許時間 我覺得 因為我很 我不知道 還有我做了那個MT 是不是MTBI MTB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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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緊 我有朋友說那個IMTBI 我是由一個I人 變成一個I人 我心想 咦 為什麼我會由外向變 就是 由一個外向變 一個內向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嗯 自己好像真的有 有點內向感 那就 去 準備一下自己 我覺得我對大學 是一種嚮往的心態 我又不是很恐懼 因為我覺得大學 我一直以來 到中學高中三年 都很多人跟我灌輸一個理念 不是去到大學就會很開心 很多人都可以很自由 很輕鬆 但我覺得大學都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看到其實不同的 我有看過不同人的Vlog 就是大學生活 第一年的Vlog 我發現其實都是 都幾辛苦的 其實都不是很自由 可能穿衣方面自由了 染頭髮方面自由了 但可能學業方面 都會覺得很累 很繁重 都是在讀書 我希望自己都可以 好好地做好它 還有我是有一個 五十幾%的I人 現在給我七十幾%的I人 就是我一直I到下尾 你不像I 我真的I 可能對著你不I OK可以